看見台灣導演齊柏林拍片時 失事墜機不幸零難 對於五月天來說 是難以接受的意外消息 因為去年他們發行了專輯 其中一首主打歌的MV 站上台北101的天空露台來拍攝 當時他們就是找來 齊柏林導演的空拍團隊合作 整畫面從黃昏拍到 滿天星斗的夜晚 非常震撼 如今五月天也與這張專輯 就為了金曲獎八項大獎 成為今年就為最多獎項專輯 我現在倒是你 幻想到未來裡 這刻狂熱和衝動 早已冷卻的如今 微微十二年金馬影帝梁家輝 再度拍MV 飾演懷抱太空夢的中年大叔 到底是誰能請得動他 答案是五月天 站上台北101戶外力才開場 又過天荒找來幾戶紀錄片導演 齊柏林公開註證 從黃昏拍到星光滿天的夜晚 呈現完美視角 每一和每一秒 每個表情 故事都充滿細心 成軍二十年 五月天被封為亞洲第一天團 從當年的大男孩 精神到現在的熟男 歌曲也跟著人生歷練 多了回憶的味道 星天空后 二樓前 從那個小房間 日夜排流 我們聽著唱片 唱片來一次 那唱片好就有個愛睡 如果當年就有打球 我希望在那個 怪獸家的那個小房間 打一個卡 因為我印象是我們自己擁有的 第一間那個列團式 然後的一切就是從我們那邊 還就是希望在那邊打 不僅寫了五月天成名的故事 當中還藏著怪獸媽媽 一度對她們的支持 怪獸媽媽是五月天成名的重要推手 也是她們的台語歌老師 但在2003年天空之城 付出演唱會前夕 意外病倒成了植物人 我希望呢 在這邊的四萬人 可以跟我們一起 會怪獸的母親祷告 怪獸的媽媽呢 其實就像我們五個人的媽媽一樣 這次演唱會呢 沒有怪獸的媽媽的照顧 好像真的少了一點什麼 請跟我們一起祈禱 當時五月天帶領著現場 四萬歌迷一同為怪獸媽媽加油 但臥床12年後 怪獸媽媽還是離開了 我有約我媽每一場都來看 然後這首要先用我 也許我這一天 你沒辦法尖叫 就像我的生活 一直在重插錯 也許我這一生 始終在追逐的 跟著馬頭 絕望的是誰在愛我 唱歌給最愛的媽媽聽 怪獸忍不住哽咽 因為這首歌的旋律 是他在媽媽病倒之後所寫的 再由阿信填詞 寫出怪獸對於太專注工作 而忽略媽媽健康的後悔 其實那時候心情會非常的 自責 為什麼 是很自責 因為我甚至有想過說 如果沒有問題 玩音樂的話 就可以多照顧我媽 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全寫進歌詞裡 這就是五月天的魅力所在 不管何時五月天總有一首歌 能貼近你的心情 也讓他們的本身年齡傳 從10歲跨越到50歲 每一個世代人 在這個裡面看到了 自己想要看到的東西 那因為它的本質是很單純 單純的情感的東西 那所以你會很容易 投射的東西在你人身上 五月天也常通過歌曲 跟粉絲喊話 像是《夢想》這首歌 其實就是希望粉絲 跟他們一樣勇敢追夢 其實他們是自己送Demo 然後就直接送到滾石的櫃台 然後有個小妹收的 然後就交 那那時候我的上頭是 李宗盛先生 李宗盛一聽到他們的Demo 就很有興趣 有一通電話打給我們 我們館長怪獸 電話裡傳來一個聲音 他說 哈囉 你好 我是李宗盛 我們的怪獸就回答說 你李宗盛 我還羅大佑咧 後來他真的是李宗盛 我覺得很好聽 很棒 為什麼會欣欣 因為細節我都知道 上面怎麼做的 我上面怎麼做的 因為 人家說這樣不簡單 這邊真正在北岸沙 為什麼 愛人不忘了在笑我 安然 孫教已經知道不得正 1997年 因為這首歌 讓樂壇大哥李宗盛發現了五月天 而這首歌詞的構想 來自飛哥的綜藝節目 唉唷 這首歌 這首歌 歌詞所描寫的失戀心情 讓很多感情瘦瘦的男女 感同身受 也成了失戀到KDD唱歌的 畢點何詞 五月天讓大家知道 原來台語歌也能這麼搖滾 第一張專輯就大賣30萬張 出道短短一個月 就唱進台北市立品館 王昂 你們好不好 好 我們真的一起做到了 加油 失利體育場耶 加油 謝謝大家 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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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 喳喳喳喳喳喳喳 來了兩萬人 五月天自己也太高了 Let's go Party Party 一路走攔 五月天心中最重要的音樂 歌名舞台 陪伴他們度過很多重要時刻 因為龐大的音樂影響力 五月天被外媒封為亞洲P頭4 如今他們也從青春學生 紛紛升格為人夫人婦 稍後透過他們的音樂 帶你了解這五位團員的愛情故事 剛剛提到被封為亞洲P頭4的五月天 在音樂事業上的成就人不共睹 而在感情路上呢 為團員各有故事 最早脫離單身的是其他手石頭 16年前演唱會上求婚成功 如今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 接著冠幼 髮鯊 怪獸都升格為人夫 現在只剩下阿信之為黃金單身汗了 一起來看看五月天的愛情音樂 2001年七夕這天 在兩萬歌迷見證 以及阿信的歌聲中 吉他手石頭捧著77朵玫瑰花 跟交往兩年的女友過過求婚 不過你願意 讓我們在 兩萬個人面前 這樣的願望 置Point1點鐘 多賺 就算拥有孤孤孤 tranquil 慢慢活活體被寢 也要慢慢 漂亮連連 ties 最新秀逛 迷然社會 合連兩人不如紅毯 混合生的小石頭 跟小小石頭 兩個兒子 結婚15年後 石頭在副歌演唱會上 寫情書 向老婆是愛 我是如此的訓練 竟然與你共度這一切 但是 我只是一顆石頭 脾氣 又不浪漫的石頭 而是你而化了我 教我認識愛 讓我知道家庭的美好 而鼓手冠右曾被阿信爆料 是團裡面女人緣最好的一個 談過六七場戀愛 更和高中學妹 也是歌手的許如芸 有過純純的愛戀 直到認識演員王星之 才知道原來兩個人 國小到高中 竟是同校同學 擦身而破的緣分 在二十年後 終於相似相戀 所以我想今天在這個演唱會 許下一個 我們的未來 而我們的未來就是 一個很簡單的家 有你 有我 還有我們的小孩 我雖然不是個很浪漫的人 但是我相信我是唯一能帶給你一輩子幸福的人 兩人結婚九年生的兩個女兒小玫瑰和小薔薇 一家自口生活幸福而秘 是你 愛你 讓我變得更強 為你戰鬥 永不投降 若我照顧你 我又若亦挺出太陽 五月天地第三個終結出單的是瑪莎 黑白照片所牽手 射出無名指授 四季五月天的瑪莎 和這季時朋友 Vicky兩年第六 真王兩年 四季 四季 四季結婚了 Yeah 讓我民意 yeah I-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 落相 異意的分設計 馬紮從出道感情生活 總是保持基調 最讓人熟知的是這一段 不好意思 情人節快樂 你說什麼 情人節快樂 這樣真的有牽手吧 我牽手 好辛勞 好辛勞 演唱會的時候有 當嘉賓的時候有 為什麼要隱瞞 妳跟她的交往 我沒有 所以顧慮的是公司嗎還是 我沒有 本來是一首不太開心的歌 可是我覺得因為友情的關係 可以讓這舞歌變得很開心 和歌手梁靜茹 2003年傳出戀情 但據傳因為瑪莎 當時抱持著不婚主義 梁靜茹渴望暗定成家 情牽四年最後無疾而終 你的愛就像彩虹 我就跟妳說愛我 就只能忘記我 2016年5月天的第九場奉歌演唱會 梁靜茹說要當嘉賓 一出場 焦點又在舊愛身上 以前啊 哪一段 現在是要大公開的嗎 那 可以 還要唱歌嗎 要唱歌啊 我們不是說過要把演唱會變長嗎 交給妳的 梁靜茹 分手9年後再度同台 儘管兩人各自有了幸福家庭 但短暫的互動 仍為演唱會掀起高潮 好 至於五月天的團長怪獸 也在2015年傳出好消息 先談一談你家的事 我家沒有事情 那讓我使用我的指紋好嗎 不急不急不可 美美回答和阿姬之間的感情緋文 怪獸總是害羞低調 怪獸在臉書PO出兩人的對戒照片 認了兩人訂婚情緣 怪獸剛出道時和香港歌手阿鳳交往過 更和歌手江美琪穿過緋文 不過兩人澄清只是好朋友 2007年因為拍MV和小魔蘇莉心相戀 直到2013年怪獸和前樂團祭師阿芷 因為近水樓台日久真情 禮方小他六歲長相甜美 還是石頭老婆狗狗的親妹妹 交往兩年多登記結婚 五月天成員一個個接力成為人夫人婦 只剩下主唱阿信還是單身 阿信你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阿信你到底是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大家都就是常問我 其實我也不介意就是大家問我 一千次一萬次的第一次 我還是這邊就很清楚很難答答 被問到感情室阿信霸氣回應 41歲的他出道20年來 只承認過女友丹丹妹 好友還曾在節目上爆料 阿信可以在很多很多人面前 跟他女朋友 妳好乖喔 妳不乖 我不理你喔 真的是這樣 然後先把它壓得扁扁 然後再壓直這樣 我每次看到阿信跟他女朋友講話 我火都來了 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去吃那個素食好不好 乖乖乖 好不好吃 我就氣死了 我就拿馬刷 叫不要再講話 我送不了 丹丹妹是阿信的大學同學 兩人在電團室一見鍾情 射手座的阿信還寫歌送給女友 愛情長跑十幾年多次被拍到在街頭散步的畫面 卻不見兩人感情開花結果 2015年媒體更爆料 阿信跟女助理表妹傳出悲聞 兩人被拍到深夜同車一起進入阿信家 而且小兩口整晚都沒有外出 阿信也常常反主為僕 充當駕駛 於公於私 常在意者表妹出門 對媒體直擊 阿信仍舊一貫態度不多做回憶 但對粉絲來說 不管他的對象是誰 都不影響他們對五月天的加分喜愛 阿信仲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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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